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VS Code的视频 很久没有拿Windows做视频了 今天的作业期 最近一直是拿我的Mac电脑做视频 今天算了吧 今天咱就拿Windows做一期视频 为什么 因为这个插件在Windows上运行 效果比较好 是这样 有朋友说咱们拿VS Code都能干什么 工作 学习 对吧 开发Apply 开发用程序都可以 我跟大家说 错 咱拿VS Code主要是用来玩游戏 怎么玩 今天就给您介绍一款插件 这款插件我安装下是非常的喜欢 所以说今天做个视频分享给大家 好 咱们看看这VS Code是不是真的玩游戏 是这样 咱们需要给它装一个插件 装什么插件 咱们搜索 不知道有朋友玩没玩过 可能现在年轻朋友都没玩过 稍微上点岁数的朋友 应该玩过 叫做小霸王 小霸王游戏机当初是抄任天堂 对不对 它是任天堂的山寨版 在国内卖的也是风风火火 不过最近听说 它好像倒闭了 是吧 山寨公司倒闭也是应该 咱们先少叙 大家请看 咱们就用小霸王这款VS Code的插件 就能玩游戏 没想到能做到这一点真的是很不错 它是内置了一个 这个 FC的模拟器 所以说我感觉真的是 原来怎么说呢 这个人的idea真的就无限了 是这样 大家请看 我现在已经装完 大家请看 装完之后在画面的左边 多了一个图标 是吧 咱们点击一下 大家请看 默认它是这样 默认它只在给咱们装了一个demo demo是一个超级马力 对吧 当然咱也可以玩 我看上下左右 咱们试试 按回车键开始 然后就可以玩了 对不对 它怎么说呢 它这个做的真的就是 哎呀 怎么说呢 非常喜欢 非常令人喜欢 大家请看 这是不是一款超级马力 而且咱们是不是在这VS Code里面 也能玩 而且大家注意看 我玩的还不错 是吧 OK 玩还可以啊 它是一款FC的模拟器 几乎啊 只要咱们能够找到 这个FC的这个MOD 你就几乎能够玩它所有的内容 对吧 它不就是一个这个 LOOM 不是MOD 是LOOM 对吧 找它一个LOOM文件 才能够玩它所有的游戏 所以说 咱们在这个工作之余 对吧 咱们 咱们在工作之余 比如说中午休息时候 咱们可以玩一玩 这款游戏也是非常的不错 所以说呢 我也愿意为这款插件打赏啊 咱们再看看 还有好多好多游戏 混豆罗 混豆罗也是我比较玩过的 COD三部童子 我看看 我再找一款 比如说 1942也是不错 坦克大战 哎呀 这个也是 玩过 这个一起 我看 download下载 它这样 大家请看 下载完之后 它会把它下载到本地 咱们再试试这款啊 这款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游戏啊 以前玩过 然后咱们选择这个 回车 开始 对吧 第一关 所以说 在咱们工作之余 您安装上这个插件 玩一玩 是不是也是很好呢 打下去啊 一般我都是喜欢冲上了 记得以前 又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哎呀 忘了 怎么样 我玩还可以啊 一般是 双人打的时候 一个人手上 一个人手下面 对不对 走 补弹牌了 上去 不好 而且还有声音 对吧 非常的不错 发子弹 它的子弹 好像 这一发呀 没落地的话 它就不会再发第二发 这是个事啊 这是个问题 铲子 是铲子 是干嘛的 这是变什么 变定时是吧 漂亮 大家注意看 这款游戏 为什么当时非常风靡 就是因为 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其实挺好玩啊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 叫什么来说 加能力的属性加成 是吧 那这就逆人了 它下去了 把它打掉 然后再吃个定时 这些 这些坦克跑比较快 所以说要吃个定时 把它定住 这不就过局吗 OK 这是一款非常不错的 VS Code的模拟器 我呢 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玩玩这款游戏 真的是挺不错 咱们VS Code 不仅可以工作 更可以娱乐 您说不是吗 好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感谢您的观看 今后呢 我会不定期的 给您介绍一些个 非常有趣的 VS Code的插件 也希望您呢 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进到视频 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